大家好,我是肖靖南 很高興在《根國蕭雄之》懸崖裏面演出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角色 今次這個角色有點難度複雜 因為我會一個人演三個角色 這三個角色分別就是 叫鄧桂平 現在這個裝束叫林茂才 還有一個叫龍四海 最大難度是什麼呢? 最大難度是他們三個性格 都是非常之不同 造型上面亦都非常之大 有幾場的電影是需要脫身的 所以在飲食上面都要很紀律 還有我都差不多由我接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監製叫我減的時候 我當時大概是七十七百公斤左右 到現在拍的時候 其實我差不多減10公斤 所以我覺得今次為這部電影的努力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其實我和定音是子弟關係來的 但是我是不會是一個很乖的弟弟來的 因為我是要找他去報仇 一直令我覺得 是他令到我變成現在這麼淒涼的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 其實我主要的存在 都是要去找他算帳 找他報仇 另外和長哥的合作 我是他的徒弟 其中一個身份 報仇定音的時候 長哥是挺身而出去解這個困局 所以對付定音你就幫手 所以你都是我的敵人 通常我們兩個在一起都是針鋒相對 大家互相在數臭對方 然後互相去傷害對方 希望大家到時會喜歡我一個人 今天是我跟육子騙 嘞 我會這樣做 嚴重 嘞 我會這樣做